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裡面一開始呢 田一要先來跟大家分享一則好消息喔 就是我們田一食品通過了ISO2200 及HACCP的食品安全認證 在我們田一官網的實在安心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認證證明 那通過這些驗證 表示田一在食品的製造過程 都符合系統對於食品安全的規定與要求 那衛生安全方面 都是有保障的道路 接下來要來介紹我們田一12月份的主打心 那我們田一12月份的主打心有 烘焙類產品的清風蛋糕粉與烤布雷粉 田式產品的脆皮雞蛋糕粉與棉花糖鬆餅粉 還有我們鹹式的醃漬粉以及糖皮粉系列 第一項先來介紹我們烘焙類產品 原味的清風蛋糕粉 那清風蛋糕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口感鬆軟 一般市售清風蛋糕的製程 是採用分蛋打發的方式 把蛋白與蛋黃分開 蛋白加入砂糖打發至膨脹發泡 再加入其他材料製作 那便宜的清風蛋糕粉最大的特色 就是不需要以分蛋打發的方式 只要簡單將雞蛋 水 用油拌粉 依序加入攪拌缸 使用球形攪拌器慢速攪拌一分鐘後 進行刮缸動作 再轉快速攪拌至打發4分鐘 最後加入沙拉油 也慢速攪拌一分鐘 將沙拉油與麵糊完全攪拌均勻就好囉 讓您也可以簡單又輕鬆的 做數好吃的戚風蛋糕 另外我們也有推出 日式抹茶風味的戚風蛋糕粉 喜歡抹茶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喔 應用變化部分 像是我們香橙優格戚風蛋糕 北海道戚風蛋糕 日式抹茶風味 經典原味戚風蛋糕 這是特殊造型的甜點圈戚風 都是可以廣泛應用的好選擇 第二項要來介紹我們的C010脆皮雞蛋糕粉 這款脆皮雞蛋糕粉呈現方式 可以做包餡或是做包餡 那這支脆皮雞蛋糕粉的最大特色 就是不管是瓦斯型烤盤 或是電熱式烤盤都可適用 成型度極佳 那外殼較酥脆 變成屬於Q彈半中風的感覺 在製程方面也是非常簡單容易上手的 我們只需要準備 所以雞蛋、水、沙拉油及玉拌粉 就可以製作使用了 那如果想製作包餡的C010脆皮雞蛋糕 可以使用電熱式烤盤 它的飽滿度及成型度都提供 以上兩種烤焙方式提供給大家 第三項是我們的便宜原創新品 棉花糖鬆餅粉 它的外型潔白 口感Q彈 像發出淡淡的棉花糖香氣 可以直接使用煎台或是平底鍋製作 這也是我們棉花糖鬆餅粉最大的特色 那一般粉質要直接加水攪拌 不需再加入其他淨加物 簡單的操作方式 歡迎大家發揮創意 動手自己做鬆餅 像是我們的日式QQ雲朵夾心 白雲朵朵太陽蛋 法式棉花糖鬆餅左焦糖 雲朵出鼓勵後變 多種應用的變化 如果您有更特別 更有創意的棉花糖鬆餅粉製作發想 歡迎大家可以回饋與分享給便宜參考喔 第四項要來介紹的是我們人氣甜品 烤布雷粉系列 有原味、巧克力風味 以及日式抹茶風味 我們只需要簡單的準備鮮奶油 牛奶及玉拌粉三種材料 就可以簡單的製作出經典的法式人氣甜品 烤布雷喔 我們可以依照個人口味喜好 著量添加各種配料 像是各式各樣的水果 鮮奶油 或是在上面烤上一層迷人的焦糖 就要算變成我們人氣甜品 焦糖烤布雷囉 再來要介紹我們F007-TS-1 跟F007-TS-2 這兩支烤雞手扒雞醃製粉系列 這兩支醃製粉的差異在於 1號的醬油粉以及黑糖 佔比比較高於2號 那兩支醃製粉都會加入燒烤的香料做提味 2號的燒烤香料比例 是比1號較高的 如果喜歡烤雞手扒雞 顏色較深一點 口感深甜度比較高一點的客人們 可以選擇我們的F007-TS-1 這支烤雞手扒雞醃製粉 那如果是喜歡外皮偏金黃的客人 那就可以選擇我們的F007-TS-2 這支烤雞手扒雞醃製粉 他們的製作方式都很簡單 只需要將水、米酒、醃製粉 加在一起攪拌均勻 再放入全雞 以浸泡的方式醃製 在醃製的過程中可以上下翻、動、攪拌 讓每一塊肉都能均勻的醃製入味 就完成醃製的動作囉 那醃製時間到時 如果沒有要直接使用的話 可以將肉和醃製液分開 避免醃製過久導致太鹹 再將肉分裝冷藏保存即可 那烘烤期間也可以反覆刷上烤焙過程中 雞油勝出的油脂 會使烤雞的外皮更加的酥脆 那應用變化也很廣泛 無論是烤雞、雞翅、雞腿或是七里香都可以先制使用 那12月的椰蛋節也快到啦 不管是老闆開店營業用 或是在家自己動手做烤雞大餐 都是簡單又方便的好選擇喔 最後最後不要超過我們湯底粉系列 先介紹我們的椰漿咖哩湯底粉 它的湯底製作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先將水煮沸後再倒入魚飯粉攪拌 將水與魚肉飯粉攪拌均勻後 再煮沸就完成囉 可以自行搭配喜歡的食材 變化出不同的南洋風味料理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 像是咖哩炒飯 咖哩佐肉丸 咖哩鮮蝦粉絲堡 咖哩蛋包豬排飯 或是焗烤咖哩飯等等 這些充滿濃濃南洋風味的美食料理 都可以使用我們的椰漿咖哩湯底粉去做變化 再來是我們的羹湯粉海鮮風味 那它的湯底製作也是非常的簡單 先將魚飯粉與冷水攪拌均勻 至於完全溶解後 接著加熱至沸騰 就完成我們的海鮮風味羹湯底囉 那可以依照個人的口味喜好 斟酌的添加各種配料 製作成各種的海鮮風味的料理 像是魷魚羹湯 融海鮮羹 土豆魚羹麵 芒芯菜捲 好三鮮等等 那我們的配方當中有添加純菜魚 及昆布圓粉 所以會有一些圓粉沉澱都是正常的現象 不用緊張喔 那今天的12月主打商品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撥到我們的客服專線聯絡我們 謝謝大家 掰掰